本港今日新增22宗確診個案 個案片號是10532至10553號 患者的年齡介乎9歲至91歲 在確診個案當中 3宗是輸入個案 其餘19宗是本地個案 另外有大概30多宗錯誤確診 在本地個案中 當中10宗是源頭不明個案 當中包括無業人士 退休人士、民職人員、保安、建築工人、學生 以及餐廳員工 由7棟大廈因為出現一宗源頭不明個案 和強制檢測名單 在其他相關個案當中 機場三跑群組真一宗確診 染疫者曾經與機場三跑地盤工人的 這樣的接觸者接觸 他在1月27號發病 這名確診者同時是屯門龍古灘地盤工人 機場三跑的兩個地盤群組 內屆至少有22人確診 包括14名員工 和其8名的緊密接觸者 另外一宗初步陽性個案 和之前兩名確診工人有接觸 地盤合約編號是3303號 他在2月3號發病 最後上班日期是2月4號 紅磡海灣軒海景酒店一名接待處 顧客服務員確診 該名患者最後上班日是1月28號 在1月29號出現發燒和咳嗽 在1月30號檢測呈陰性 去到私家診所求診 被轉嫁去到屯門醫院急診室後確診 該酒店所有員工需要接受強制檢測名單